三七王苏县听窦戎详细说这三件东西 当时就瞠目结舌愣在那 不但他愣了 就是王莽也感到十分意外 王莽心想 我原以为这两件小古董一只鸟算不得什么 殊不知经他这一说 竟都是些无价之宝啊 可也是 那玉禅厨的确是乌松国进贡之后 往往送给窦戎的 就这一件东西就可以说天下无二 看来这东西苏县还真有点赔不起呢 此时苏县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徐世英 目光里边在说 好朋友 我可是为你才去搜窦戎府的 现在我挨了烧了 你可别等着吃熟的 得想法子给我撤火啊 徐世英已经明白了苏县的意思 但是他爱莫能助 他心想 你这个忙啊 我也不好帮啊 我不能说 我替你赔他 再说 丢的这东西虽说很小 但价钱却很大 但价钱却很大 我也赔不起啊 谁让你鬼迷心跳 给人家立自军呢 不过徐世英想 这件事啊 还得王莽说话 才好结局 于是他朝着王莽做的方向 直劲挪嘴 意思是说呀 你呀 冲皇上说难处 苏县呢 于是跪爬半步 万岁 道成像这丢失的物品虽少 但价值连成 臣时事陪他不起 王莽心想 陪不起你还立自军 又一转念 道龙所说丢失 也未见其真就丢失啊 说不定 这是给你们这伙子 夜搜相府的人 一点颜色看看 让你们以后 不要轻易的到他那去搅和 王莽此时对道龙 也怀有戒心 因为刘秀这个人 到底有没有 他还是半信半疑 目前他对道龙 徐世英 苏县等人 都是等同利用 掌握平衡 因为近几年 天下大乱 一兵四起 王莽四处派兵 镇压叛乱 已经使他是焦头烂摸了 如果在朝廷之内 再闹出众臣之间的纠纷 那就会使他内忧外患 更难以收拾 所以他虽然对刘秀的事 很关注 却又不敢轻易的定论 王莽心想 我且给他们从中调停一下 斩膝争端 苏帅 无本经商 何必开店 无力敞赔 何必力拒 既然 既然 承相府的东西已丢 你又不能完毕归赵 以朕我看 这样吧 罚你奉禄一年 补偿斗承相 也就是了 斗承相 你看如何呀 斗荣一听 臣尊圣明 苏县一听 罚奉一年呢 这可真是一笔巨金啊 但是买不到百蛇鸟 玉蛤蟆 也就得认了 苏县这个人 生性吝啬 适财如命 虽然官居显畏 但是对钱财从不满足 让他拿出一年的俸禄银子 真不亚于摘掉他一片肺 扯断他一根肋 心疼肉难受 但是也只好如此了 用现在的话说 这一年的工资就给人家了 苏县既恨斗荣 也恨徐世英 心想 不是你让我夜搜相符 我怎么能赔出这么多钱家 所以往往退店之后 苏县在巢廊之内 见到徐世英就说了 君士 我的好朋友 你的好主意啊 半夜里把我折腾起来 让我去搜相符 弄尽一年的俸禄去 你是不是看我有点积虚 心里难受啊 哎 苏贤弟啊 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呢 你有积虚我也负 你被罚奉 我心疼啊 你没发着刘秀 此事怪我 怪我料事不够缜密 但是我敢断言 申徒宝说的不会是谎话 他也不会是疯话 我身为军事 连一个人疯癫不疯癫 还看不出来吧 找不着刘秀 很可能是斗荣 把他藏到别的地方 或许混出了京城 但是纸里边包不住火 雪里边难买孩子 我终会弄个水落石出 苏县说 如果那刘秀要混出了京城 你还往哪儿找他去 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谈何容易 贤弟啊 实不相瞒 自打山托宝 一说有这么个刘秀 我就已经派人按他所说的刘秀的长相 画了几十张图影 并且亲力公文 分发到长安城四外关口 东面的同关 西面的散关 北面的萧关 南面的武关 命这四官守将严加紧拿 不许疏忽 只准错作 不准错放 我料刘秀 终难逃出我手 到时候 如要把刘秀拿货 那你的这俸禄银子 不就不用罚了吗 非但不罚你 恐怕 该罚到容了 苏先生 那你这一说 倒叫我高兴了一阵子 不过 要是你终没有找到刘秀呢 那我的封禄银子 就得一个子也不少的拿出来了 哎 你呀 放心 就是果真我找不到刘秀了 我也不能看着你 因为我罚一年封禄 到时候 你交一年封禄给斗荣 我把你这一年封禄如数不齐 怎么样 苏县一听 嗯 这才够朋友 苏县这心里边 财酸落了底 试过两天 徐始英忽然接到了 同关大帅吴汉来的公文 说捉户了一个人 很似留秀 听后如何处置 这一来呀 徐始英 苏县 已经满朝文禄骨 大为震惊 往往更为关注 但是最关注这个事的还是斗荣 斗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暗想 难道真是幼主殿下被捉了吗 那可真是大汉当忙啊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自从那天 在书斋里头 斗荣向刘秀吐露了实情 被神徒宝偷听 往徐始英府里面暴秘之后 斗荣就已经发掘了 神徒宝的行为 因为家人斗荣 在花园里头 目睹到神徒宝在窗外窃听 同时又发现 他往徐始英的府里去 他就把这个事 向斗荣一说 斗荣已经知道事情不妙 刘秀再要待在府里边 那将十分危险 于是 他一面命几个心腹家人 在斗荣的统一率领下 暗地里边跟踪神徒宝的行踪 一面呢 暗派专人 带着他的亲笔书信 秘密送往南阳 晚城白水村 面交给隐居在那里 和斗荣上常有联系的 四水王刘良 斗荣知道刘良这个人 他是汉氏宗亲 为人赌城却又豪爽 他乃是孝平皇帝的书白兄长 王莽篡位杀流灭族 四水王刘良未必祸端 远顿在千里之外 斗荣在信中告知他 汉室未决 尚有敌似 现已承认 并且说明了详细过程 同时告诉刘良 近日将要派人送刘秀 到白水村 与刘良见面 此时 判刘良福保幼主 忠兴汉业 书信送走了之后 斗荣就把刘秀 转移到了 武成王王凤的家里 武成王王凤那家 那简直就好像 进了保险箱一样 谁敢上武成王家里 去惹是非 那位王爷是没事找事的主 与此同时呢 斗荣向府中的家人 声称安郎已死 并且出了个假病 造了个假坟 埋了一个假尸首 这些事都是斗荣的 几个心腹家丁干的 外部人 谁也看不出破绽 至于神徒宝那天 在后花园发现了刘秀没死 那是斗荣故意的 报露给他的 让他去徐府送信 其实啊 那天晚上 看神徒宝一出后花园的门 就把刘秀又转到武成王府去 苏县带兵来 那怎么能搜得着呢 丢的那三件东西啊 都是斗荣的即兴创作 早和身旁的家人秘密合谋 所谓挂的金如意的地方 以前挂的是一个佛陈 后花园的鸟笼子里边 原来倒是有个鸟 是百灵 不是百蛇 前两天死了 刚扔了 案头的那个宇禅厨 倒是国有此物 只是那天没摆 在苏县于斗荣上殿面军的时候 刘秀已经有武成王府又回到了斗府 斗荣用的这叫声东击西之计 斗荣回府之后 立即把刘秀就找来了 跟刘秀就说了 殿下 长安城片刻不可存留 应该立即逃离 去往晚城白水村 找四水王留粮 刘秀一看 事已如此 自己知道不能久待了 只好按照斗荣的安排行事 斗荣让刘秀带好了国母给的这件信物 玲珑透替白玉庄 但是他却没有讲 国母曾经说过 把斗金莲取配刘秀为正宫娘娘的事 只是说用斗金莲把它换出来 斗荣在与刘秀分手的时候 多方嘱咐是再三的叮咛 最后斗荣说了 殿下 臣有言当即 生于智 长于智 知识之所以智者 君子也 生于乱 长于乱 知识之所以乱者 也君子也 若不知智乱之所因 乃是凡人 殿下 当长死莽则之乱 起于何因 忠兴之道 在于何处 勿望高祖 用贤之能 推恩四海 更应自力壮志 重振 汉业 不负老臣 福贤 左胜 一片诸心 更为进宫中的国母娘娘 是位天之大幸 刘秀说 老人家众主 秀 安能忘 秀 生于寒功 长于乱世 蒙成像 养育之恩 教诲不倦 当笑虎豹之居 未成文 而有石牛之气 鸿湖之楚 予亦为何 而有四海之心 出走南阳 当卧心长胆 广皆天下英豪 以灭亡亡 兴汉世 皆黎民道玄之苦 而指望 长相多多保重 踏日相逢 于普庆之时 说吧 刘秀给窦荣 与窦夫人 跪倒磕头 当时败别 窦荣早已经安排好 老家人窦安 与刘秀 一路同行 路上好照顾幼主 窦安 对刘秀 感情颇深 因为刘秀 没降生的时候 窦安就帮着窦丞相 出谋划策 营救太子 而刘秀呢 被救到窦荣府之后 从小长大 窦安又一直 不离左右的 侍候着他 所以 随为主谱 但是情非一般 刘秀和窦安 一切收拾亭大 由家人秘密的 护送到武城王府 武城王在这件事上 与窦荣配合的十分默契 他呀 假装出城打猎 把窦安 乔庄改办成府中的家丁 把刘秀改办成自己的侍儿 带出了长安城 过罢桥之后 趁着仲家丁放鹰猪犬 猎场拉开的时候 王凤 这才把刘秀主仆放走 分手的时候 少不得又是一番嘱咐 刘秀与窦安两个人 各乘一匹坐马 离开昌安 走出几十里路程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此时刘秀 真如鱼入大海 鸟入山林 这个时候恰之初夏天起 风徐日暖 气爽神清 望远山低翠 浸草丛生 骄阳挺拔 绿流阿诺 黄鹰提转 粉蝶飞舞 一派生机昂然 醉人景色 刘秀在长安十二年 从来没像今天这样 单独走出来 观赏人间美景 今天 望着这大好河山 不觉得心旷神怡 遐想岁源 他一边走着 一边赞叹不已 老普人斗安 可没有这些闲情义趣 他已年进花甲了 无限循环的春花秋月 他感到如此而已 长安内外的名胜古迹 他也觉得索然无味 更因为他识字不多 读书很少 没有那些文人骚客 诗人才子的丰富想象 和高雅情趣 所以他只想着这一路上 如何让幼主殿下 安然无恙 不出差 正当刘秀坐在马上 宁神观望着 在那如洗的蓝天上 有一只展翅 凹翔的雄鹰的时候 窦安在旁边说了 少爷 我们之间的称呼 您记熟了吗 哦 记熟了 没出城的时候 不是这样讲定的吗 我叫安顺 您叫安太 我是少爷 您是仆人 经商为业 奔走于南洋和长安之间 对不对 对 我呀 是怕你到紧要关头 记不清楚 别再闹出什么事来 刘秀说您只管放心 我不会记错的 窦安忽然又想想起来什么似的 哎 公子啊 我们出走之后 徐世英和苏县 你说能不能和咱们就此善罢甘休 刘秀就笑了 他们呢 不善罢甘休 又能奈我何呢 你我一到南洋 他们更休想再拿后 是啊 不过我这心里边 总是不落底 到了南洋啊 也许就好了 您哪 可别太担心 如果总要提心吊胆呢 反倒容易被人家看出破绽来 哎 少爷 这点你放心 我是有名的一铺脸 天大的事 脸上不挂信 这倒不是我胆大 天生我就这样 竹仆两个人边说边走 眼看着夕阳末山 晚霞如火 抬头看 已经来到了铜关 远远望见长门洞那个地方 围惧着一群人 哎 干什么呢 走近了一桥 原来是在看一张布告 刘秀和窦安七在马上 比围惧的人们高出一截了 布告看得很清楚 依着窦安呢 就赶快进城 刘秀呢 好奇心胜 哎 看看 看什么布告 自有盗宝犯刘秀 嗯 刘秀再不念了 此时刘秀意识到 这是捉拿他的通缉布告 又看旁边还画着一张图像 贴在那儿 窦安一看 马上就说了 快走 这个地方不能久留 刘秀急忙策马机行 正这个时候 胡亭身后 有人还议论 哎 谁要把这个小孩逮住 那可就发了财了 用不着整天奔波劳碌了 教室了 刘秀说 少爷 听见没 刚才多闲啊 咱们要是再挽走两步 说不定就被人家给逮了去了 人家就把咱们逮了去 发了财了 你呀 可得小心点 是啊 您说的有理 今后 我得留点神了 他们把我当成活财神爷了 就是了 天色晚了 刘秀和窦安在同关城内找了一座店房住下来 由于一路上的劳累奔波 主仆两个人吃完了晚饭 就躺身就寝 睡到了半夜 忽然有人查店 主仆两个人都被叫醒了 穿好了衣服 接受盘门 窦安往旁边一看 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 原来他发现有一个人手里面拿着一张图像 正在看着刘秀和那个图像做比较呢 窦安这里面是心怀忐忑 呼听那个查店的小头们就说了 把他俩带走 刘秀还未及辩解 窦安刚说了一个 你们因为什么绑我们 两人都已经身遭绳索了 那小头们说了 为什么绑你们 看你长得像盗宝贼 有话到帅府去说吧 刘秀和窦安就这样被押接到同关帅府 他们为什么称呼刘秀是盗宝贼呢 原来徐世英啊 想要缉拿刘秀 考虑到不能说他是汉室宗寺 因为要把这个秘密一公开 就等于告诉世人 大汉朝有太子在世 现在没有太子 这天下闹得刀兵四起 举棋皆干呢 要是再一说有个汉太子 这岂不是等于让反对王莽的人都去投奔刘秀吗 共灭大兴吗 这种违冤屈于违从屈确的事 徐世英不能干 他把刘秀说成是盗宝贩 也就是说把刘秀这个政治事件 当成刑事事件给处理了 为的是掩人耳目 此时的同关大帅是谁呢 正是当年在金殿上痛骂王莽最后杀身成人的吴承恩 他的儿子吴汉 吴汉的母亲称得起是汉室的忠臣 吴门的贤母 十多年来 他把仇恨埋藏在心里 把欢言强坐于表面 对儿子悉心教育 使其成为文能提笔成文 无能上马杀敌的出类八岁的人才 在去年的科考当中 吴汉夺得了武状元 这一下子是震动了朝纲 欲满惊动 王莽在召见吴汉的时候 谈话中知道 他并不晓得其父吴承恩的死因 因而呢 也就知道吴母 没敢把这个事向他儿子说 王莽一看吴汉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担心将来产生异变 于是就把自己的小女儿 许配吴汉为婚 这样一来呢 吴汉就成了王莽的驸马了 对这门亲事 吴母心里边不愿意 但是不敢明言 只好勉强应从 吴母知道 王莽这是派他女儿监视我们家来了 王莽呢 还真有这个意思 他既想笼络吴汉 又想监视吴母 不过这位小公主 倒与其父是大相敬听 生性温柔贤素 知情达理 在吴汉与公主成亲后的第三天 王莽派任他为同官大帅 同官这个地方 是长安的咽喉要地 派在这个地方的官员 都得是皇帝的亲信 吴汉 为自己得到如此的信任 而感温之后 携其江母 到任以来 那真是尽心之手 治理严明 有口皆碑 路人称诉 所以当他一接到军事徐士营的命令 和画来的图像的时候 立即在城门仿制张贴 派人看守 同时呢 要派人严密监视大小路口 一站殿房 有刑际可疑者 一律 普护神门 今儿晚上 听说抓到了盗宝之贼 吴汉是连夜神门 升堂以后 吩咐 把人翻带上 刘秀和窦安 被带到了帅堂之上 抬头网上一瞧 上边坐着的是一位年级若冠的青年将军 一看他 头戴赤金三叉帅子盔 身拍大红战袍 泪花三尺青张艳 面如赤叹 浓眉大眼 五官端正 气宇宣安 微风凛凛 刘秀和窦安两个人 一同就跪在了堂下 小人与帅爷靠头 吴汉一看刘秀 果然是日觉龙准大口方面 虽然说和图像上画的不尽全色 可是基本特点还是相符的 吴汉一拍桌子 下轨何人 小人安顺 窦安说了 小人安泰 你们两个人 银河之词啊 以于何往 以何为生 为什么同行 从始讲述 如有谎言堂赛 从众加罪 刘秀说是 小人 乃是南阳晚城人士 经商为业 到长安 购置货物 事情办完了 转回晚城 他呢 是小人的普从 故此与我同行 今日黄昏的时候 逃走到铜关的客栈 被帅爷查记到此 小人实事无罪之人啊 窦安在旁边也说了 帅爷 我们少爷是初次经商 难免什么地方礼节不周 帅爷您多多原谅 帮我们捉到这儿来 是不是弟兄们认错了人了 吴汉说少妖胡言 我问你 你们少爷多段年纪 十五了 刘秀在旁边也说 是啊 孝人十五岁 吴汉心想十五岁就出来经商做买卖 家里能放心吗 他啪啪又一拍桌子 小小年纪就出来经商 分明是欺人之谈 窦安赶紧把话也接过来了 帅爷 您息怒 说是他经商 其实不是他经商 我们老掌柜 有意的要让他儿子出来闯念闯念 有道是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儿子会盗洞 兵生兵 将生将 买卖人的儿子会算账 老掌柜呀 总盼着自己的儿子能早日执掌家业 所以这回呢 让他出来到长安城 开开眼界 掌掌见识 好明白经营之道 买卖之礼 我呢 是老掌柜的老伙计 陪着少爷出来 既是仆人 又是参谋 所以这次出来 明月少公子经商 实乃是小人扶住 武汉说好 既是这样 且搜看他们身上 都呆有何物 是 旁边的军兵 答应了一声 走上前来 就把刘秀和窦安的身上 搜查了一遍 窦安的身上 没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来 可是搜刘秀的时候 有一个兵士 用手顺着刘秀的绣筒 往上这么一摸 摸着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知道什么 这是一只镯子 我母亲给我的长命镯 拿出来看看 这军兵说的话 用手伸向绣筒里面 往下一撸 这镯子就给撸下来了 他把这镯子拿到手里面 一看 是一只玉镯子 军兵可不认得这是国宝 他只觉得这个镯子 与众不同 挺好看 他双手托着这个镯子 就陷到了吴汉的面前 元帅 请看 这儿有个镯子 吴汉接过这个镯子一瞧 这只镯子玲珑透剔 光色夺目 内有一条油龙 是栩栩如生 吴汉虽然不敢断言 这是国宝 但却能看出 这不是等闲之物 吴汉说这镯子是何人给你的 刘秀说 这个是我母亲 在我一降生的时候就给我了 吴汉说这个镯子 展放于此 把他两个人战切监禁起来 后我请来徐军师再做结果 刘秀和窦安一听心想 徐世英要是以来 则真相大白呀 此正是出龙谈 又入浮穴 桃陵雨偏进牢笼